非洲男子训练猴子抓野猪 看到野猪直接放猴子 全程堪称神操作 人们都说一猪二熊三老虎 这句话足以证明野猪到底有多强悍 这位非洲男子训练猴子来制服野猪 只要野猪一出现 他就将猴子放出去 猴子直接跳在野猪的背上将它当马骑 受到惊吓的野猪快速奔跑 试图甩掉背上的野猪 它能成功逃脱吗 在非洲 野猪是让农民最头疼的存在 作为典型的杂食性动物 野猪不仅会吃掉昆虫 蜥蜴以及植食性动物 还会毁坏农民的庄稼 经常在垃圾桶中寻找食物 野猪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农业大量减产 为了避免野猪偷吃食物 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对付野猪 非洲野猪没有被驯化 长着可怕的獠牙 性情十分凶猛 对人类的攻击性也很强 在工业不发达的非洲 野猪对付起来十分困难 这位小哥就想出一个妙计 可能是受到西游记的启发 他放出猴子对付二师兄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头野猪来到农场中觅食 非洲男子将手中的猴子放了出去 身形灵活的猴子三两步 就跳上了二师兄的背部 横行霸道的野猪 哪里容得下猴子将他当马骑 只见他在农场上跑得飞快 拼命往前跑 而猴子却稳稳地坐在他的背部 丝毫不受影响 画面看起来十分搞笑 体力在好的野猪 身上背着一只猴子 很快就累瘫了 非洲小伙终于成功将野猪抓了起来 不得不说 二师兄还是得大师兄来治 这位非洲小伙还是非常聪明的 非洲的野猪究竟是什么品种呢 为何会如此凶悍 早在2019年 非洲的野猪就已经开始泛滥 数量突破上百万头 在没有精密器具的非洲 数量如此庞大的野猪属实让人们头大 在非洲泛滥的野猪主要是 红河猪和假面野猪 这两种野猪组成了百万大军 它们在非洲已经存活了至少数十万年 此前数量一直保持平衡 一直到了这几年才开始泛滥 要知道 野猪的繁殖能力非常强 一年繁殖一次 但一次就能产出三只以上的幼崽 不仅如此 遗传了父母强悍的战斗力 再加上野猪大多喜欢在草木旺盛的地方挖洞 野猪幼崽的存活率很高 除了存活率高之外 非洲缺少野猪的天敌 在非洲 野猪最大的天敌就是猎豹和花豹 花豹有能力杀死一头成年野猪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非洲野猪都没有泛滥的原因 随着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大量捕杀 非洲地区花豹和猎豹的数量也越来越少 野猪没有了天敌的制衡 数量不断膨胀 非洲人为了消灭野猪也做出很多努力 但并没有太大成效 比如说 非洲政府会定期举办杀猪大赛 第一名可以得到70万美元的奖金 这确实是个令人心动的数字 但想要拿到这70万美金哪有那么容易 先不说野猪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单凭野猪挨了枪子都敢回头反杀这一点 就很少有人去猎杀野猪 再加上非洲野外并不安全 猎人可能还没有看到野猪的身影 就已经被大型猛兽吃掉了 如此看来 非洲小伙利用猴子对付野猪 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其他国家也有对付野猪的方法 野猪不止在非洲泛滥 美国也有超过600万头的野猪 美国人是怎样对付野猪的呢 非洲动用猴子对付二师兄 美国人则选择了笑天犬 他们一猪一狗在农田里上演着生死失所 野猪依旧是被追赶的对象 不过 野猪跑得再快也改变不了 他身体笨重的事实 随着猎犬的一技猛扑 野猪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一人一狗成功将野猪制服 谁能想到 实力极强的二师兄 竟是猎犬的手下败将吗 和非洲野猪不同的是 美国的野猪并非本土物种 这些野猪原本生活在欧洲 一位欧洲探险家寻找新大陆的时候 带上了一些家猪 当时的家猪不像现在这样圈养起来 而是热衷于散养 这位探险家在美国东南部歇脚的时候 一些向往自由的野猪成功育育 到了20世纪30年代 美国不仅有当初的欧亚野猪 还出现了纯俄罗斯野猪 这些野猪整日在一起四混 逐渐泛滥成灾 所有的野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特别能生 野猪幼崽的存活率也很高 母猪一胎就能生出4到12岛 它们在美国横行霸道 小到爬行动物 大到豹子幼崽都是它的囊中之物 为了消灭这些野猪 美国人也想出了各种办法 甚至启用了特种部队和直升机 然而生活在枪林弹雨中的野猪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凭借自己超强的繁殖能力 以及不怕死的精神 获得了四条腿的蟑螂这样的称号 不怕死的